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等等 记住协议内容 不许摆摊儿 不许破坏我形象 放心放心 客户利益至上嘛 你就是顾总的未婚妻吧 刚刚顾总急匆匆出来 我也担心得不行 你这边没事了吧 没事 我就是摆摊卖书 被城管抓了 小朋友勤工俭学 积累一点社会经验 挺好的 不过 你下次可要小心一点 别再让顾总担心了 不会了 不会了 也不敢 我在城管局有认识的朋友 以后想摆摊可以找合法摊位 要不要我帮你摆摊 小姐姐 你真的太棒了 我正想周末淘点古桌去摆摊呢 你方不方便把你的朋友介绍给我 朱建青 我就随后一问 你找我什么事 你不是陪罗总吃饭去了吗 罗总本来答应了要吃饭 可是他临时有急事 所以提前走了 走的时候提出了几个问题 可能我们还要安排一下改稿的事情 好 上车吧 我陪你回幸运加班 小姐姐 我能不能加你个卫星 不行 记住我说的话 早点回宿舍 知道了 我会听话的 照顾小女朋友是不是很麻烦 还要摆摊体验生活 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 南州 要不换我来开车吧 你刚才出来的时候走得太着急 都没有吃东西 我看这家粥还不错 给你点了一份 你要不要先吃一点 不用了 我不爱在车里吃东西 二姐也被弃跑了 二月十四日情人节 你违规上男生宿舍推销玫瑰 三月十二日植树节 你有违规开店卖多肉植物 四月一日愚人节 你到处张贴小广告 带人设计愚人节方案 周建青同学 你可真会抓住商机啊 老师对不起 我以后一定会注意的 小打小闹也就算了 你居然还招惹那些小流氓 来撬了学校宿舍的水管 他们怎么弄到我宿舍里去了 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说我警告过你多少次了 我要是都给你处分 你就别想毕业 老师 别啊 我还要找工作呢 我真的不能留下五点 老师 你也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 欠了好几百万的债 我哥哥已经很努力地待会还债了 可有的时候 还是我语气 行了 别哭了 行啊 还要两个月就毕业了 你可以跟学校申请提前理校 自己都注意安全 不好意思啊 你说我们宿舍楼层这么低 那帮祸祸会被爬墙进来呀 你太夸张了吧 咱学校要保安的 他们哪会那么嚣张啊 那他们怎么讨价把水管撬了 气死我了 刚买的皮鞋都炮坏了 我手办也摔坏了 那可是绝版 你说周建青也真是的 家里欠债 就稍微住一点嘛 怎么还让那帮混混 知道他住哪儿呢 你们说 那帮混混要是没跟他讨到债 不会盯到我们头上吧 不好意思啊 今天的事都因我而情 你们的鞋和手办我都会陪到 我今天就搬走 以后那帮混混不会再来了 没事的 我能撑住 钱总能还上 麻烦总能解决 周建青 加油